微信 一個每日有13億人使用的生活軟件 無論通訊、支付、玩遊戲 以至大大小小的生活問題 都會用到這個軟件 到底微信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呢? 微信這個軟件歷史不算悠久 它在2011年由騰訊推出 設計出微信的軟件工程師 是被譽為微信之父的張小龍 曾經有人問他 到底是怎樣想到要設計微信 他就說當時的想法很簡單 因為自己不太使用QQ 但又需要一個溝通工具 於是就做了微信出來 2011年1月21日 微信正式上線 最初只是一個傳送文字和圖片的簡單軟件 佛和張小龍說 微信不單是一種溝通工具 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而這句話 就成為了微信的核心價值 短短一年間 微信先後發佈多個版本 其中一個重要里程 是開通陌生人的溝通功能 透過查看附近的人 以及搖一搖功能 開啟了一種暫新的社交模式 去到2012年 朋友圈啟用 更令微信由通訊程式 邁向社交平台 不單止這樣 微信也積極將個人和社會連結 隨著二維碼掃描 服務號和公眾號 以及微信支付等重綁功能啟用 微信進一步由線上走到線下 當中最終目的 要數2014年的微信搶紅包事件 當時活動一推出 又隨即到年初八 短短幾天 就吸引了800萬人搶紅包 就連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也形容這項市場推廣 好像珍珠港偷襲般震撼 第二年 各大支付平台紛紛仿效 據說單是2015年 微信就透過搶紅包推廣 成功吸納了大約4000萬名用戶綁定銀行卡 加速了內地的移動支付發展 十幾年來 微信見證中國科技生活的轉變 也令中國人的生活 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將微信之父張小龍的理想兌現 成為一種普及的生活方式 可以看到 第一 empez 我們請問 우리나라 我們不是高峰的 請問你 我們不請見